陆入交通管理局和本地公共交通业者将加大举措 推出包容性服务 让残障人士更加的方便和有信心使用公共交通 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的伊斯甘达乘坐轮椅长达10年 因此上下巴士总需要车长的协助 但他常因为延误乘客的时间而感到不好意思 但在暴读了巴士业者伊塔通的自信乘公共巴士课程之后 他重拾了信心 也是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陈诗颖 同样表示课程让他获益良多 MS他们是多种性并发症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几时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所以最好是让他们有心理准备 然后知道说以后如果有这种问题的话 要如何去克服 公共交通业者SMRT也在雾兰综合交通中心 推出视障人士导航应用程序Navi Lens 让他们能够更有信心的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这个目前还在适用的应用程序 能够自动扫描周围的彩色标签 为他们前往目的地提供引导和协助 这项服务今年也将在蔡挫港巴士转换站 和五级搬让综合交通中心使用 谢谢大家